海藝流 河野流它是屬於日本傳統手沖技法之一 我們老闆他在2002年的時候 拜見日本河野大師 向他學習了這樣的技法 那學習過程中其實他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他必須使用到2公升以上的手沖斧 跟長大5分鐘以上的萃取時間 這讓他體會到了就是 就是日本河野大師他真的為了一杯咖啡 所追求的那個精神與信念還有執著 河野油的技法呢他分為兩式 第一式是點 他用點滴的方式來做於悶蒸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可以讓水吸附水分的部分 達到非常的穩定、平均 那當悶蒸過程結束之後呢 會開始進入第二式圓 那以吸水柱做四個小圓的方式去做繞圓萃取 那萃取到達到所需的水量之後呢 我們將濾杯移開 一杯河野油式的手沖咖啡即可完成 回到台灣之後呢 我們老闆發現其實河野油的沖法在台灣 其實他並不常見 那其原因就是因為他的沖煮過程 其實太過於困難於複雜了 那他覺得說其實這樣的技法 不被傳承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 因此他想用最簡單的方式 去呈現這樣的手沖技法 那他經過一番苦思的思考之後呢 他設計了這款紙恩手沖壺 也讓河野油堅持的就是定溫定數 與穩定的萃取 可以因為這支手沖壺而完整的呈現 不會死去的 去呈現 謝謝嘛 中文字幕——YK